這幾年我致力於推廣手寫字 整理了很多關於寫好字的一些技巧 那我發現到很多同學其實練好字的有所成效 可是他們沒辦法把它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而覺得心灰意人 所以我開這門課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把一些 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的高效率美字技巧分享出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葉 透過我平時最熱門的實體課程美字筆記 我發現到這樣的課程方向是各行各業的朋友有興趣的之外 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找到更快讓學習者掌握訣竅的練習法 這個課程將分為三部分 我會先從個別筆畫的暢快寫法切入 然後接著呢我會帶大家認識一些別出心裁的步手寫法跟筆順 最後呢則是讓大家在整篇書寫時能夠應用的一些安排方法跟實戰技巧 第一部分我將告訴大家如何將筆畫的節奏 和律動自然地呈現在平時的書寫上 改善那些寫起來卡卡的結構過於方針的習慣 再來我將挑出一些步手的便捷寫法 以及超脫一般規範的筆順來逐一介紹 用這些另類寫法 智慧更富有流暢感 最後我會透過學員筆記改造的前後對比 引導大家迅速抓住自己整篇書寫的盲點 並且現學現賣找到你書寫的調性 如果你常常寫字但是越寫越不滿意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寫字需要高的續航力 又或者你期許自己的字跡可以展現專業度 那歡迎加入這堂課的行列 讓我們一起找出自己的日常美字style 請按個治療 請按個治療 按個治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